兩名小男童坐在救護車上 因為吸入天然氣 身體有些不舒服 還好意識清楚 而家屬的手裡 還抱著一歲女童 救護人員趕緊將他們送一急救 還有另外一名男童跟媽媽 也送往醫院 但是為何會發生意外 竟然是因為媽媽在家裡 開挖絲 想要尋短 然後一名女子 情緒比較激動 坐在旁邊 婦人蹲坐在地上 雙手抱頭 情緒失控 難以平復 家屬趕到現場 抱住婦人不停安撫 警校人員則是把四名孩童 從房間裡帶出來 因為這名婦人與先生 最近有些爭吵 所以今天才會情緒失控 做出這樣的行為 三名小男童年紀分別 才九歲 八歲 七歲 還有一歲的小妹妹 四名小孩被媽媽反鎖在屋內 打開瓦斯 想要帶小孩一同尋短 還好婦人有先打電話 給小叔訴苦 家屬敬絕不對勁 趕緊報警 消防人員在門外不斷溫情勸說 婦人才終於開門 而當時四名小孩 因為吸入天然氣躺在房內 而且一個女人要帶那麼多小朋友 就是進出的時候 我會在樓下碰到這樣子 其他就沒什麼互動 還好家屬接到電話 警覺新購 及時晚就悲劇發生 四名小孩送醫後沒有大礙 媽媽也平安無事 只是和政府吵架 媽媽竟然帶著年幼的孩子 鎖在屋內開瓦斯巡短 做了最快示範 記者臨近衛城廣論 李孟章 台中 財訪報導 記者臨近衛城廣論 李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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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孟章